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母一旦说出口了 这个事情啊 就很难再往回收了 让父母在那去试探 这个结果可想而知的 这个试探就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你们俩之间 这个问题没有沟通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明明是你俩的这个感情 但是我听到一个词 听得我都听不下去了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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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关系就很畸形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东西吧 我们必须得界定清楚 感情就是感情 就是你俩的事 可以对弟弟好 但是如果你们俩在 谈感情的过程当中 张嘴 闭嘴 弟弟 那一定是错误的 你这么爱你的弟弟 你觉得弟弟有好处吗 好像我听了 这边是二十来岁 你弟弟也二十来岁了 同样办一个家 干一个活 他能干 弟弟不能干 都是男人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这样的话 包括是买鞋 包括介绍工作 喝酒 你恋爱弟弟 是对弟弟的害呀 他享受了 不该他这个年龄和身份 享受的东西 那对他来讲就得不配位 对他没有好处 还有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包括你爸爸所谓的试探 有点高高在上了 在你们俩感情当中 我反正至少在今天现场 我没听到 你怎么对他好 都是你的男朋友 对你们家 对你 对你弟弟怎么好 好了 我们现在说男生 问你一个问题 即使所谓的未来小舅子 出了些问题 即使有时候女朋友任性 但最终道歉的都是你 对不对 对 这一次 他的父亲试探你 触动了你的底线 但是求和的还是你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处境 从之前的点点地当中 你也在培养出 你们这样相处的模式 一个愿打一个愿爱也可以呀 但是现在你承受不了了呀 你现在就承受不了了 你怎么敢说 你对未来还能承受得了呢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行为 你以为这就是对方的爱 不是 一个道理 你觉得他对他弟弟 是怎样溺爱的 你现在也是在溺爱的 你的女朋友 你的付出是一种压抑 你现在快乐吗 不快乐 你爱他 但你不快乐 你的不快乐 还能承受多久 如果你俩的模式不改 即使结了婚 都得离婚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调整 要不然就赶紧分开 好 谢谢余老师 袁老师 我想先从婚姻观谈起啊 女生 就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你想过吗 在你刚才所有描述的逻辑当中 你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需要一个男人对我好 对我的家好 对我的弟弟好 听我的话 而我们都知道婚姻是要成家 成什么家呢 成立一个小家庭 你们两个人的家 所以婚姻中这个关系 就出现了排序的问题 第一位是我们的小家庭 第二位才是 我们的小家庭稳定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去照顾我的大家庭 而在女生的婚姻观里 是乱的 你把你的大家庭 放在了第一位 小家庭 我估计连第二位都不到 就是我大家庭你照顾不好 咱小家庭你也不能要 所以在这个观念上 你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不是遇到了他 你遇到谁 你现在都找不到 一个好的方式 和对方去结合 所以你要想成家 先把自己的婚姻观 排列顺序捋清楚 否则没有人敢娶你 万事都是把弟弟放在前头 你的丈夫放在后头 你的丈夫的家庭 放在更厚厚厚的厚的 看不见的后头 没人敢娶你 第二个谈谈什么是爱 且不说你对他的爱了 我也没听到啊 我就全听到了 你对你弟的爱 但有时候爱错了 是毒药哦 你弟弟那么大了 二十多岁 为什么会在单位 跟人吵架被人开掉 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 难道没有给你提醒吗 你这个弟弟也出了问题啊 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 在搬家的时候 肩不能扛手不能拎 得靠什么未来的姐夫 为什么 因为你们给他爱的方式 让他认为他自己就是 世界的中心 谁都应该关注我 应该照顾我的情绪 照顾我的身体 我不应该付出 你们都应该对我好 爱错的结果 也是会让你爱的那个人 最后受伤害 第三个 我们在情感和关系中 是有界限的 是有底线的 这个我就要说男生了 你的底线 找不到 没有 去买五千多的鞋 给他弟弟 你在纵容他 你爱他的时候 你考虑过自己 有没有能力吗 在你这儿是一本 糊涂账啊 你无条件地听穷 他所有的要求 雷就在后头啊 总有一天会爆 女生就更别说了 你这个爱的界限 完全没边了 只想从这个男生 身上索取 最后只能是 把他越炸越堪 最后 他就走了 所以当我们把三种状态 都捋清楚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 对方适不适合自己 所以男生我觉得 你也别这么强努着了啊 放松吧 能干啥咱干啥 不能干的 咱就歇歇 希望你们都能轻松 谢谢 谢谢